早上六秋如各小 今年的冠冬会是特别温暖 因为有一位得丢贵感的年龄级发动修华 在立方楼顶面跟老师说 已经想要来参加这次冠冬会 因为对于来说这是最后一年 甘党的作会冠冬正式公演 这团本期也感动战后的事先 大家作会来关心他的观望 今天的冠冬会修华在妈妈的背中之下 参加大队接力甘党来合作 在在藏后的加油声当中 来关心最后一名抛架的日子 早上九流高修运动会如期在好方行大队 今年如果专校时都出席这段活动 一位在立方会跟来年纪的核心修华 也在妈妈的背中下来参加 校长创进荣表示 这名核心5年纪发现在立方感情 一直到来年纪也是没法到 回来好好行动和最后学习 听到好好要基本运动会 是今天想要回来参加 那少瓦看到之后在脸书上发布了说 她很想来 然后又放一个哭脸 才知道说原来她现在正在彰化做化疗 那身体比较虚弱 那我们就跟爸爸妈妈说 是不是让她请假两个小时 那经过医生同意 那因为她现在已经六年级了 那这可能就是她 国小最后一次运动会 想要参加最后一次运动会 想要参加最后一次运动会 然后还要见同学 有一些同学跟我联络 他们都希望我来参加这次运动会 对她很喜欢回来 那时候很想同学 对她很久没有回来 听到很久没来好好休华 要来参加运动会 全班同学都很开心 不然帮休华穿运动衣 也全班滑口给她加油 在大家的鼓励下 在着感情的休华 是来到运动中 勇敢这些活动才会接力棒 上滑加油 上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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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校输心 如果帮她加油 也排她走完最后的比赛 这个是帮助人很感动 当下也都身处温暖的相手 和她某座会 觉得很开心 因为她可以回来陪我们一起跑完 你觉得她家有没有很棒 没有连感动的享受 大家都是很高兴她能够来参加比赛 所以这个名次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于过程 修华族中发现地道感情之后 来自外人的妈妈 是没没没背在身边 所以在了过程很辛苦 不过六关的修法是很勇敢面对 也在完成运动比赛之后 特别感谢妈妈的背叛 妈妈我爱你 感谢你长期以来在医院都照顾我 用到六关的心情面对北京 就留高手的活动修法 在全好温暖的鼓励下 顺利完成参加运动会玩风 后中也准备一面拥起的钟摆 困定他运动才会进行 也就好他早起来会好健康 记者的三差不多